大家好,我是秋实,现在是8月18号的早晨8点 这个时间很激烈,非常适合结婚 我在香港的旺角 昨天参加了两个活动 一个是由民主派,主要是由教师代表 是中小学的教师和教职员所组成的一次大游行 还有一次是由建制派 组织了一次撑警察款暴力的大集会 在天马公园 我跟他们当中的二三十人进行了交流 香港的民主派和建制派在观念上存在着巨大的冲突 这是肯定的 但是他们似乎也有一些共识 就比如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认为 香港其实依旧是一个安定繁荣的幸福城市 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香港的GDP和人均福利在全亚洲始终保持领先 每年对于大陆的外资投资当中 有百分之五六十都是来自香港 或者从香港进入到大陆 对于普通香港市民来说 他们的医疗、教育、养老这些成本都是比较低的 每年依旧有很多的大陆的富豪或者是中产阶级 申请移民到香港或者来香港生孩子打疫苗买保险 当然有很多的水客和带货的带购 从香港带很多的物资回大陆 所以说我们大陆经常会想的问题都是什么事 都是钱的问题 都是经济性的问题 经济性的因素在香港的街头民主政治当中 确实占据一定的比例 但并不是绝对 我们有些大陆的网友说香港人就是因为吃饱了撑呢 才要搞街头民主 这么理解也可以也不是说完全有问题 因为香港确实已经不存在吃不上饭的穷人 那么香港的民主运动更多的并不是因为经济因素 而是因为他们想要争取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最主要的是想要争取到他们的特首 还有立法委员的真正的普选 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这种选举制度 并不符合香港基本法 也并不符合一国两制 比如说他们无法接受 现在中央政府所说 实现特首普选是可以的 但是特首的候选人必须由中央指派 他们认为这样的选举并不是真正的普选 也就是说政治因素是和政治诉求 是整个民主运动当中的核心 而经济因素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是秋实 今天8月18号呢 还会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民主派的集会 我也会去参加 会随时为大家报告来自香港的见闻 很高兴认识大家 旺角警署的人影